马依丽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大火了一把,她不仅成功地打败了孙丽获得了最佳事后,她和文章也因此再次上了热搜。 当初他们两人的事情,在娱乐圈中闹得沸沸扬扬,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,因为在那件事之前,文章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好男人形象。 曾多次在公共场合对马依丽高调示爱。还说能娶到马依丽是她最大的福分,所以事情发生之后,让很多人都感到大跌眼镜。 还好当时马依丽没有轻易地放弃那段婚姻,而是用五个字来获得了现在的新生活,那就是当时掀起一阵风潮的且行且珍惜,到现在两人依旧过得很幸福。 很多人都佩服马依丽的高情商和高智商。 其实那件事情之后,两夫妻在娱乐圈中都过得非常的低调,后来为了家庭,马依丽又出来,拍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 比如说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,和朱亚文的搭档也很合适,所以两个人的表演都获得了很大的好评。 后来,她又参演了《我的前半生》,这部剧在前段时间真的是大热,是很多女性朋友的心声。 当初的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,他们俩夫妻现在过得也很恩爱,也就在为着生活努力着。 女儿也慢慢地长大,他们俩的大女儿,名字叫文君主,当初文章为了表达出自己对妻子的爱意,还曾经给她取名叫做文爱玛。 几年前的时候她还小,但是可以看得出,她跟文章有一点相像,两人的神态更是如出一辙。 现在文君主也已经九岁了,她在最近参加全国拉丁舞赛的时候,还荣获了全国拉丁舞的冠军。 跟几年前的她相比,现在已经长大了很多,文君主的身材比较像马伊利,长得四肢修长,而且人又高又瘦。 但是长相却比较像文章,跟爸爸看起来很神似,很多人都觉得,新二代会比较娇气,不能吃苦。 但是小编觉得,文君主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,练拉丁舞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 但是她小小年纪,不仅坚持了下来,还获得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。 其实,文君主整个人看起来就特别的有气质,她的脸是比较小的,跟母亲一样比较有江南女子的味道,但是却一点都不娇气。 网友们看完文君主跳舞的照片后,都表示舞鞋凉了,因为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文君主跳舞时,她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小舞鞋,非常的吸引人的眼球。 而且穿在她脚上简直就是完美契合,十分的合适,跳起舞来更是像一个舞动的精灵,看来,马依利当初坚持母乳喂养是很不错的。 希望文君主能够继续努力吧,以后在舞台大放光彩,走向国际,也让我们恭喜她获得全国拉丁舞的一等奖。 当然也希望文章和马依利,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。